息口向来被视为影响楼市的一大因素。美国本月中预期加息0.25厘。为4年来再度加息。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在今年内环会加息5-6次。令息口上升约2厘。经落按揭转介首席副总裁曹德明认为。美国3月份的加息对香港银行及按揭市场影响不大。 即使今年加息7次。预计香港年底的实际息口为1.9厘。未必会影响到最优惠利率P。不过HON HYBOR的变化值会较大。但相信银行的封顶息率仍会维持不变。曹氏认为。观察美国加息对香港楼市的影响。有两项指标可以参考。首先是美联储的加息幅度。 如果将来加息幅度增加。而加息步伐亦在明年持续的话。息率有可能升至2.5厘或以上。则很可能导致香港的最优惠利率P。上条。 另一项因素是本港银行结余的变化。如果跌至1000亿元以下。则银行很可能面对资金不足的问题。有可能会上条最优惠利率。如果跌至500亿元以下。 则肯定本地银行息口会紧贴美国息口移行。资料显示。香港银行结余现时约3375亿元。 对于第二季展望。曹德明认为疫情尚未完全受控。预料楼价走势会以平稳为主。 他指。首季楼价因为疫情爆发下条约2%至3%。 要第二季疫情将出现缓和趋势。如果4月本港疫情转好。第二季楼价有机会追回首季的跌势。 要有0%至3%的升幅。而银行股价也会相应跟随。 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岳志环认为。面临地缘政治。供给侧因素持续带来的高通胀。 美联储不会在短期内过快地大幅提高息率。以避免美国经济硬着陆。 故他预料美联储有机会在今年如下六次会议中。 每次加息0.25厘。到明年加息的部阀将会放换。 香港方面。岳志环认为。鉴于目前香港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。 短期内银行调高最优位利率P的有因有限。 他指。事实上。自环球金融危机后。香港利率的调整慢于美国利率调整。 因此。香港最优位贷款利率或在美国加息4-5次后才有机会进行调整。 近期调整最优位贷款利率的机率不大。 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乔楚认为。 按本讲目前每日仍有上万中新冠确诊个案的态势。 相信要短期内做到动态清零事不可能的。 特首宣布下月调整入境限制。 香港能与内地正常通关的机会非常少。 反而跟其他国家及地区通关的时间会拉近。 经济活动也有机会因此进一步复苏。 对外通关意味着人才来港机会增加。 且能留住人才。 对本地租务交投有大动作用。 今年首季楼价格买单下跌大约3%。 预计第二季楼价跌幅会收窄或趋向平稳。 香港中文大学楼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泰亮表示。 政府暂缓全民检测。 相信是因为看到疫情会改善。 这也是一个有利楼市的消息。 他指。 预料随着4月份疫情回落。 楼市购买力会陆续被释放。 加上电子消费券带动经济。 相信第二季楼价会有3%的上升空间。